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自己人的这种状态在美丽的往上调 在一个技战术方面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吧 不要让他那么舒服的去进攻我 陶楚清上次交手就是在上周在西斯敦 觉得今天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 他的这种开局的进入状态 包括发动还是会更快吧 包括其实我觉得他今天整个的这种质量 包括这种速度给自己还是很大压力吧 但是其实我认为自己第一局输完以后也没有慌乱 后面也是不管领先落后 其实每一局都有交替领先吧 自己也没有想太多 还是一分一分投入在比赛里面 接下来会怎么准备下一轮比赛 我觉得这次比赛 虽然赛程不长吧 但是每一场每一轮都对手都非常的这种 我觉得实力包括能力都很强吧 不管谁进入决赛对于我来说 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他们交手了 所以自己首先也是很期待吧 再一个也期待自己在主赛里有好的发挥 谢谢大家